現在是下午的六點鐘不到 我右邊是本阿比市的飯堂公司的地址 這是我第四次來這家公司 也沒必要戴口罩啊現在 這是我第四次來這家公司給他們做直播 今天晚上的七點半的時間 會直播九十分鐘 去播一些本地的餐飲、機構、餐廳 他們推出了一些優惠促銷的套餐 給溫哥華地區的朋友 然後會有很多的朋友在線來觀看這次直播 前幾次都是跟很漂亮的女主播一起做這次直播 今天的搭檔是另外一位 以前沒有合作過的 也是小紅書上的博主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聲音非常的好聽 聲控的朋友會喜歡他的聲音 他的顏值應該也是你們喜歡的類型 提早一點去是為了早一點做一些Rehearsal 的準備 Vlog 帶大家走起 飯堂樓一般都是不能直接進去的 我發個微信 可能有人幫我開一下門才進得去 有人幫我開門了 我那邊還有朋友正在過來 今天會有溫哥華本地的 叫做溫哥華中文電臺的朋友 他也想記錄一下自媒體的一些畫面 所以他會來看這個直播 跟拍一下畫面在裏面 接下來我的部分呢 就是跟Chloe回去對一下今天晚上的台詞 因為其實上一場直播 在零開始前還會有很多的變動 做這個直播的時候 還是希望對整個的內容越熟悉越好 就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 細節知道的越多也好 一個小插曲 剛才有個哥們兒來這家公司辦事 結果他說他在國內也看過我的B站的視頻 還蠻有意思的 我等的東西全部放到後面去了 好那我知道了前十個是一塊錢 就是我如果要頂熱度的話 我是上來就先把它頂到最高 好 相對真實的方式告訴大家 當然就我們還是有商務的事情在 就是不一定我移掉百分之百的那樣狂誇他 你們有任何犀利的問題 都可以提出來這個意思 對 就相對 所以有問題我都講出來 你留言我都儘管念出來這個意思 好 Cloe現在跟我講這個一些具體要求 我都get了 但這條確實有點奇特 要吃的香一點 這個我做起來輕鬆沒難度 今天這個vlog是真的一個 非常實實的工作狀態記錄 而且這個你別說我們溫哥華的節奏慢了 溫哥華節奏跟打仗似的 那我的好朋友 然後也是溫哥華中文電台的 也有老師 見縫插針採訪一個 那就我這 我搶到這個位子了 不太容易啊 不擋著我就放這 開始了 就開始了是嗎 好 這位溫哥華中文電台的尊貴的觀眾 我今天是在Burnaby 的 這家非常大的科技公司 其實今天可能你晚上就會去寫說 今天我幹了些什麼 方不方便今天 7點半要做一個在網絡上的直播嘛 那我其實在里面 我其實在里面 不想太行 不想太行 大概是7點鐘 離正式直播還有30分鐘 因為7點半直播嘛 那我現在是飯團準備看這些 看了很多遍了啊 然後今天的搭檔是 非常可愛漂亮的小姐姐啊 喵的喵的小紅書 大家可以去關注一下 喵的喵打個招呼 Hello 大家好 我是有飯的徒弟 歡迎大家關注我的小紅書 我叫喵的喵 我之前夜市的視頻有碰見過面了 情況是我剛剛跟喵的喵 來了之後我們交流了半個小時 我也對他充分的有信心 因為不會有問題的 順便預告一下 我知道喵的喵馬上要做自己的YouTube的頻道了 如果這期視頻出來的時候他已經開了頻道的話我會放在裡面 大家可以去訂閱一下 剩下的時間我們就各自在熟悉一下 裡面的流程的細節就沒問題了 6點55大概還有35分鐘 我覺得是來得及的好不好 那給我一點時間 我們再各自看一下稿子 7點半就可以開始直播了 現在是還有20分鐘開始 7點10分 那接下來我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要去那邊調一下座位的高度 像我們就個兒子 尤其要注意這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每次直播小秘密 我都會直播前10分鐘上個廁所 這樣才能保證後邊90分鐘不出現走急的情況 大概是這麼兩個直播的小秘密了 可能喵的喵在看我的屏幕 我在偷師 這個叫做偷師 有一句話叫做教會徒弟餓死師傅 其實直播是有很多的信息量要去記住的 比如說不同的食物 它是有不同的介紹的方式 像這個是本地的一家做火鍋的 叫一鍋端 那需要我們去記住的就是說 它還希望我們在現場去展示一下 它這個火鍋的包裝 食物的包裝和裡面一個配送 它送給你的那個鍋 也就是煮的那個餐具 它也希望你在畫面裡面去呈現 所以這些東西都需要你去記住 不同的客戶的展示方式也不一樣 那你在做這個直播的時候 你最好都要了解所有的信息 到直播的時候這個是要展示的 我可以坐你的左邊 你左臉右臉好看的問題 我大小臉的問題 我就沒有這個憂慮 因為我左臉右臉都不好看 我這邊的臉更大 正好從來沒有問過 左含多高啊 對 測試測試測試 我也給大家介紹一下 最重要的配置 女主播 那邊是工作的工作組 那邊有一個機位 那邊有一個主機位 那個是個特寫機位 這個是個拍攝主播的機位 重要的一點就是聲音怎麼收 上邊 就有一個指向的麥克風 這樣我倆的聲音就收得到了 他的聲音應該比我小一些 所以聲音測試也是有意義的 就是你會知道女生聲音可能弱一點點 那我的聲音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乾脆 對 就把那個麥克風 就移到指向他多一點點 我覺得可能跟男生和女生沒有關係 沒關係嗎 對 我覺得有些女生聲音也挺大的 可能是我肺活量太弱 你吵架 吵架也這事啊 我不會吵架 吵架就會 肯定會吵書的 你要用這個聲音吵架 沒人能吵得過你啊 哈哈哈 對不對 對 沒有男人能吵得過你 真的假的 做的活動又到了 今天跟大家見面了 我是第四次來 F20是第幾次看到我這張臉 跟大家說一聲晚上好 我是有讚 也在小紅書等平台上面有開我的帳號 今天就厲害了 因為除了大家看厭倦的我的臉之外 我邀請到也在小紅書上做美食看店相關的博主 很漂亮的喵喵喵歡迎 謝謝 謝謝 今天晚上做這個直播 將有九十分鐘之長 緊張不緊張來自給你 我發自內心的說我前三天 三天之前我其實是非常緊張的 因為我其實覺得是很正常的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做過直播 但是呢我又不緊張 就來到這裡之後 一個是我覺得有當老師很大程度上 減輕了我的緊張程度 我這個顏值不減輕你緊張程度才奇怪呢 並不是 是因為他非常的有經驗 而且我們已經不是第一次見面 已經不是第一次見面 然後我對有當老師的性格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我知道就是跟他合作一定會是非常愉快的 所以這方面完全不緊張 他也會講了 最佳考菜獎已經頒給你了 不不不不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我覺得其實飯糰 我本身跟飯糰也是有一些淵源的 講講看 對跟這邊的我來飯糰面試過 今天我們這個直播 今天有一點拖堂了 差不多講到了九點二十五分 拖了二十多分鐘吧 喵的喵今天非常的厲害 就是上場講的速度也比平常會快一些 節奏我覺得是比平常講話更厲害一點 好厲害好厲害 謝謝喵的喵今天的合作 謝謝 Vlog到這邊結束吧 好不好下次有直播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先跟我們的觀眾朋友講一下 今天你在哪裡吧 這位溫哥華中文電台的尊貴的觀眾 我今天是在Burnaby 的這家非常大的科技公司 其實在我看來應該也是溫哥華最大的一個 華人創業的科技公司叫飯糰 飯糰外賣這家公司的現場 因為今天晚上是要去做一次直播來的 是的 我是有幸有這個授權可以看得到友藏老師的朋友圈 然後我其實特別對友藏老師每一天 他會在朋友圈上寫上他的日程表 我是一個非常享受這個看這個過程的人 享受這個啊 對我覺得特別有意思 友藏老師是我在溫哥華認識的自媒體人網紅 裡面我認為檔期最滿最忙的 現在這個階段裡面 看起來是的 看起來是的 然後友藏老師能不能就今天 今天可能你晚上就會去寫說 今天我幹了些什麼方不方便 今天先在這裡口頭講一下 今天你都幹什麼 就我回家會發什麼口頭圈什麼 對 你說的我覺得也有道理了 因為你老看我的朋友圈 其實我會每天把這些東西分享出來 到不一定是在日程的方式 像今天是在Burnaby七點半 待會兒現在六點多 七點半要做一個在網絡上的直播 那我其實三四點鐘 或者四五點鐘都發一個朋友圈 說今天晚上七點半會有這次直播 會去分享每天的動態 也是希望通過朋友圈 和其他的一些社交媒體的分享 讓大家知道七點半有這個活動 可能他們就會通過這些社交媒體平台 一起來觀看這個直播 達到這麼一個目的 是的 友藏老師的工作效率非常非常的高 我想很想問一下 像這樣一個一到兩個小時的直播 這樣的一個活動 嗯 你從他們開始找你到你籌備 現在我看到都是一落一落的 只放在桌子上 剛剛花了好長的時間 在go store 我好不容易搶到這個位子 趕快跟友藏老師說兩句話 呃 你們整個這個流程 你需要花多長時間 在這個工作上面呢 呃 我覺得我的部分應該還好 因為我喜歡 我這是我第四次來飯團做直播 我覺得喜歡這個事是因為 呃 在文革很難得的是一個 team work 的概念 就是一個團隊的概念 不過是我一個人在出力 實際上我出的力比較少 可能抬錢的工作 但事實上參與一次直播 就知道直播背後 在幕後出力的人特別特別的多 包括前期 你看的是簡單的意思直播 像今天晚上可能有十幾個商戶 嗯 可能就十個或者五個 啊 他們的公司的銷售去 或者說BD 去對接這些商戶 按下跟商戶 一直到最後一天都會敲定這些細節 最後才會出現說直播當中呈現給大家這些信息 所以呃 我的工作量並不大 可能我提前溝通一下 然後呃 提前兩三天會拿到一個草稿 嗯 然後當天在現場我會比較提前一個半小時 或兩個小時 來對一下呃 流程細節 這樣在直播的時候你才有話可說 或者說是比較有準備嘛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的部分應該是比較小的 而整個他們的團隊做的是更大的一個工作啊 對我們看到很多現在 呃 網紅有一項工作就是做直播 那友藏老師接觸直播 其實也是從今年才剛開始嗎 呃 去年年底還是今年 年格意義在這兒正正規的這種直播 是從今年夏天吧 對您覺得難嗎 呃 我覺得 跟你別的工作來比較 對我來說啊 既難也不難 嗯 難是因為我剛說過就正兒八經的去做 唐溫工華本地的直播 是今年才開始 所以對我是個新東西 一定是有難度的 對 不難的話呢是因為 呃 我之前做的也是媒體相關的 做的音頻直播我也很多年前就做過 對 可能就沒有那麼那麼的 像完全的新手上手那麼難 但是呃 還是能學到很多東西啊 還是有難度還是有挑戰的 對我剛剛也看到就是您在剛坐下來的時候 那一位來正好來工作的那一位 認出您跟您拍肩膀的那一位 是專業做直播直播設備的 對 然後呃直播平台的 對 那像其實有很多的就是在線的網紅 他們可能都是很想要參與到做直播 可能他們未來他可能想自己搞一場直播 嗯 你覺得作為一個網紅來講 嗯 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什麼樣的能力 嗯 他可以開始做直播了呢 嗯 哦這個問題 我們要在這麼短的采訪裡問 這麼大的問題 簡單簡單簡單幾句 或者是我們留到棚裡面再慢慢講 我覺得不重要 其實現在互聯網誰都能做直播 你打開手機 打開小紅書 打開微信 打開很多的平台 你嗯 隨時就能直播 對吧我覺得這個並不限定一個門檻說 嗯 什麼人才能做和什麼人才能做好 嗯 但是就像我也覺得有難度一樣 每個人去做 如果你新做的話 還是有一些你不了解的 或者慢慢熟悉的 要去克服的 如果你想做這個事呢 我覺得不要設門檻 就是你想做你就嘗試個 給自己設定個目標 嘗試個兩三次三五次 我覺得做著做著你會知道 對你來說是不是合適 你是不是享受這個過程 以及是不是你長期要做的事 是 在因為在所有的人 嗯 現在大家都習慣用自媒體的平台 去搜索自己想要的信息 大家在電腦也好 電視手機也好 裡面看到的都是網紅很光鮮亮麗的那一面 嗯 大家對網紅的生活太羨慕了 吃喝玩樂還有人請客 嗯 你的是個單壓啊 嗯 對啊 所以很多人都特別嚮往 能夠自己也成為一個網紅 OK 還有很多人認識 OK 包括友藏老師也是經常被人拍肩膀 您在 您在 您在經常被人拍肩膀的這個過程當中 您有沒有想過 網紅這個工作好不好做呢 其實我私底下回答這個問題都會說 不要輕易去做自媒體 不要輕易去做網紅 因為我覺得它基本上是個金字塔的結構 嗯 最終你從裡面能夠有好的收益 或者說能夠得到你想要得到的回報 我覺得應該是金字塔上比較少的那個人 我也不在那個位置 對我是也在慢慢摸索的這個位置 還有更多的人可能受於條件啊 或者自己的興趣愛好 個性限制啊 嘗試之後會發現你不一定是很適合你的 這可能是大多數 真正很適合你的是極少數 再一個就老生成長的問題 我覺得大家看到的是好看的那一面 嗯 就你剛剛那個單壓對吧 請客吃飯還有什麼叫什麼 吃喝玩樂 吃喝玩樂 還有人還可以免單 對就是 但其實這是他們發出來給你看到的 是 網紅或者說這些影響者 比較不會發 就是自己到底為之下熬了多少個夜 到底受過什麼驅逐 這些他都不會講 一般的來講啊 所以這是你去做的過程上 才發現哦 遠比你想的要難 是大概是這樣子 嗯 其實吧 嗯 就像有江老師剛剛講到的 其實大家 你正在做自媒體的朋友 然後你可以都可以自己嘗試一下 開始做直播 你可能做了幾次之後就開始有經驗 但是 在做直播之前 會不會擔心 您有沒有經歷過這個階段 沒人看 嗯 哎呀喵喵喵的喵 您好您好 嗯 我們等一下 會不會擔心直播沒人看對吧 不好意思 嗯 你在旁邊 我馬上就輪到你了 好的好的好的 好來 嗯 直播直播會不會沒人看的問題 對 或者說你的問題是說 會不會剛做起來 並沒有人響應你的問題 會不會有這個 當您接到這個活 比如說像現在飯團 第一次邀請您的時候 您有擔心過嗎 這個這個case我不擔心 因為他們的基礎好 是啊 他們有自己的用戶 但是您想啊 在國內就我們都是國內來的 然後我們之前看到的直播 都是在看國內的直播 動輒都是上百萬上千萬 甚至上億的觀眾 在那邊看 那這邊的話 溫哥華整個市場 有它的局限性 那肯定所有一切都是大大大的縮水 你有擔心過 這個成績單到時候不夠漂亮 作為接這個活來做 是不是有這方面的壓力 我既擔心也不擔心吧 我擔心是因為 我覺得這是個團隊的活 所以我做的不好會影響別人 這個是我擔心的地方 因為他們看得起我說給我一個機會來做 所以我希望不辜負到為這個事付出的其他人 我不擔心是因為你剛剛講那個數量級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不用太在意這個 幾千萬降到幾千個 沒關係 因為我們生活在溫哥華這個地區 生活在海外的某一個華人的社區的範疇之內 你就遵循這個規律就好 或者說你發一個帖子 你的目標就不應該還是原先那個數量級 你發一個帖子不應該是追究一百萬人看 五十萬人看 沒關係 你有五十個人看 有一百個人看 有一個詞叫有效互動 或者叫有效社交 我們生活當中也有 你的東西傳達給有效的合理數字的人 就OK了 實際上我也跟一些商家會去合作 給他們做一些YouTube的視頻 商務的合作 其實我的視頻有時候也許就八百個人看 也許就一千五百個人看 但是並不影響這些一次很好的商業合作 客戶理性的來分析 他不會去苛刻的要求你得到巨大那個不現實 所以這一點我是想告訴大家 分享出來說不用那麼擔心 非常有用 給大家極大的鼓勵 那友藏老師我沒記錯的話 跟飯團合作做直播 這是第四次是嗎 今天是第四次 對 然後對於在這整個工作環境 我剛看到您進來都特別特別的熟 但是今天會有一個非常跟以前不太一樣的一件事 就是友藏的搭檔換成了另外一位女主播 其實每次都有一位女生跟我搭檔 那當然了這次是 因為之前的女生是對於做這一行特別熟悉的 女生天然更適合做直播 對策劃者之一 但是今天的這位女生 據我所知 她是人生中的第一場直播 她也是一位網紅 她是小紅書的博主喵的喵 那友藏老師今天可要帶信任 你緊張嗎 我既緊張又不緊張 讓你說的有點緊張 哎呦 想好怎麼引導了 你肯定跟她之間已經溝通的非常多了 我真太會說話了 我不緊張的原因也非常的有道理 因為她雖然是第一次直播 可是她有很好的三觀 她有她自己的職業素養 你去看一下她小紅書的帖子就知道了 她有自己的審美 這樣的人你是不需要替她緊張的 是 昨天我有跟您說過嗎 昨天我剛跟她去過卡拉OK 聽過一下 我們一塊玩了一趟 這女孩特別討人喜歡 是吧 是 所以我覺得 這就是又回到我們以前的一個老話題了 就是像你剛剛說的金字塔 然後有些人她是非常有希望 有這個潛力 可能可以爬到金字塔比較往上的那個部分 所以在老天爺賞飯吃 那我們現在讓喵的喵來很簡短的幾句話 說一說她今天的直播前的心情到底怎麼樣 好啊 對對對我現在看你是坐我腿上 還是坐友藏老師腿上 你選 坐誰腿上都先別坐我腿上 我晚上還得回家呢 大家好我是喵的喵 對這一位是小紅書博主 喵的喵 昨天我們剛剛一起出去玩過 對對對 所以我們已經是熟人了 所以坐得這麼近 然後這一位今天是友藏老師的愛圖 沒有沒有沒有這個關係 不存在 不承認啊 不承認啊 好吧 怎麼樣 他不想收我 是嗎 緊張嗎緊張嗎 喵的喵的喵 我可想知道了 其實不會特別緊張 你要不要把這個看起來 對其實緊張嗎緊張嗎 我特別知道你緊張 昨天他跟我說了好半天緊張 拿著那個卡拉OK麥克風在那 我明天要做直播了 我有點 那喵老實話今天緊張嗎 當時到了這裡之後 反而覺得內心毫無波瀾 是嗎 太棒了 這有專業自媒體人的素質 不我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之前去參加比賽也是就是 會在前面幾天就感覺 我整個人好忐忑 但是等到真的到了那裡之後 反而整個人就內心毫無波瀚 是的今天非常非常的漂亮 剛剛你一進了我眼前一亮 然後相信到時候等一下我們大家 我我我 嘴一二三 等一下我在旁邊關站 給你打氣給你們兩位打氣 我就不打擾你們的時間了 因為你們還有好多的工作要準備 我搶了這個位置也已經好長時間了 我現在要還給工作人員了 好了謝謝喵的喵 謝謝有藏老師 謝謝謝謝你 好祝你們今天工作順利 謝謝 謝謝 是不是跟打仗似的啊 一分一秒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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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